经济是不是真的成长可期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估算 今年台湾人均GDP将成长到 三万五千美元超越日本跟南韩 称霸东亚 那么展望台湾整体的GDP 中年院也预测今年会达到 百分之二点九四受惠于消费带动 台湾半导体持续扩大布局 不过明年全球市场需求恐下滑 台积电能否持续盈利 关键得看先进制成的领先程度 展望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 中年院预估将达到百分之二点九四 明年为百分之二点四一 二点九四的这个成长率 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是比较高的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消费是有恢复 转单的那个效应 持续的发酵 还有政府推动这个三项的法案 吸引台商回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估算 今年台湾人均GDP将由3.3万美元 成长到3.5万美元 超越日本和南韩 另外在经济成长率上面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 今年台湾将达到百分之三点四 超越中国的百分之三 但中国防疫政策急转弯对中国的经济是正面还是负面 影响 中和大陆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高 就是因为防疫政策的这个 这个突然的转向 所以不太能够 期待 明年的这个中和大陆的 这个是这个 经济活动能够恢复 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成长 不过物价牵动民生 中研院预估今年CPI成长率 年增百分之三点零一 明年将为百分之二点一五 通膨压力逐渐趋缓 三例新闻胡克强李文科 代表本